我发起屠龙计划 屠龙计划的总战略就是 通过不断的印制美钞 推动通胀 然后把中国的股市抛高 房地产价格抛高 等到最高点的时候 他们抽身用美元加息 把美元回流 最终使中国的房地产崩盘 然后资产崩盘 等到最底价的时候 他们再用他回流的美元 再来抄底 直接把中国全部洗干 在2015年的时候 股市是不是被推到了六千多点呢 然后直接干到了两千多点呢 只是他完成的 这个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 被我们截胡了 被我们英明的领导人截胡 他没有完成 为什么你们公司的员工 没有变现能力 这是首先你什么有问题 老板有问题 老板记住 所有谈钱 只有三个 第一薪酬 第二奖金 第三股权 没了 也就是薪酬怎么发比较好 奖金怎么发比较好 股权怎么分比较好 王老师以最普通的岗位给你讲 让你看看 薪酬可以把死人变成活人 可以让任何人从什么都没有 变成一个能帮你拿到结果的 好了 我举例 我们这个全部是营销部 我们的职位都一样的 叫营销部经理 我们的底薪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拿五千块底薪 这个月 我的业绩为零 他业绩十万 他业绩一百万 我们拿的底薪都是五千 然后 我们每个人的提成不一样 像这样的薪酬 就是落后的薪酬 这样的公司是没有杀伤意 王老师会告诉你们 什么叫薪酬 薪酬叫动弹 公司按照当地 最低的工资标准一千八 一千八到八千 我这个月没有业绩就只能拿一千八 他这个月干一百万 他的底薪是八千 对所有的薪酬都要动态 什么叫动态 按照业绩来做浮动 没有人可以拿困定的 干多少拿多少 干的多拿的多 干的少拿的少 而不是大家都是拿固定的 没有 包括财务也一样 公司这个月干两百万 财务拿一万 公司这个月干五百万 财务还是拿一万 公司这个月干五十万 财务还是拿一万 这样的薪酬 你这个财务都死掉了 财务都死掉了 你们公司所有人都死了 我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陕西汇集电力 他的财务 经王老师的把薪酬调整完了之后 你看给他带来的好处在哪 第一 帮公司申请了一笔 政府补贴两百四十万 申请补贴完的时候 他有百分之十的提成 财务提了二十四万 第二 他帮公司做了两笔贷款 这个贷款然而是贷不下来的 后面通过供应链 理财贷款 然后把他贷款带了三千五百万 一个财务光干了两笔 他个人拿了九十多万走 但是对于公司来讲 第一 是不是额外拿了两百四十万呢 我们的政府补贴啊 你不给财务修路 财务怎么会想办法对公司赚钱呢 你把财务当成一个记账的 他他妈的永远就是个记账的 对这就是薪酬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直营团队没有战斗力 为什么的直营团队没有杀伤力 首先我告诉你的薪酬成在巨大的问题 所以传统的薪酬 简直是我说的触目惊心 老板浪费多少钱 我的薪酬一定是全中国讲薪酬 目前也全国也很多家企业都在同时操作 王老师的这一套方法 所以我们这一套方法是我们独创的 在企业内部最有效最实用的 这一套是不是简单透明有力量 直接有效不玩那一须的 如果你今天心造潮营生在汉 今天看这里成我就干 不成我就不干 这件事99%都干不成 这企业一样 只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有共同的立场 有共同的立场才会有共同的事业 反正他永远都是一份打工的心态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省的商业楼家 老板懂这个道理 在生意上你立刻比一般人肯定通透多了 我讲一个故事 你们就知道了 我有一个学生做了卤菜 全湖南五缸排名前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位 他是我的VFC学员的今天跟我讲约 老师啊 我们的店长他懒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的这一块飞深圳 飞广州飞北京 有早晨6点40和7点40分的飞机 如果我们的店长起得早一点 做这几个生意的话 我们门店一定生意好 我说你门店最高一天能做多少 他说我们门店最多一天 最多做6000块 说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店长他懒了 所以我后面跟他说 不是懒的问题 是你不懂得五个字 无力不起走 对很简单 我回去帮他设计了一个机制 他过去一天最多6000 6000元以上 按照以前的办 啥都不改 6000元以上的部分 30% 归店长 我一讲完 店长说你跟我这个亲戚商量了吗 我说我跟他说好的才来的 砰笔和纸拿出来 你们签个字 从老板我以及店长三方四千万 这个店长就早晨4点4点10分起床 把装衣收拾 骑个破地平车 5点10分准时到机场的店开门 老板你看看 什么是人 这就是老板 我们设立了一个好的机制 让员工为谁干 为自己干 在我这儿 我已经扶到了 接近几百家企业 我有一整套东西 你只要愿意进来 我都能把你扶上 点击屏幕下方 立刻预认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完整的一套解决方案